老师好 你看一下 一般如果在做这个是什么 来 点这个 选这个 按住shift的键可以连选三个 一起移动 那有时候我会这样框 从外面这样框下来 被你框到可以一起移动 框到可以一起调大小 框到的话 我是从外面 看一下 这样 注意一下 来 我想把我的照片放进来 在上传的地方放进来 这些放下来 大概心里有谱了 哪里 不合 不合 这样有点难看 我们播一下好了 不合 不是人的问题 是这个 那怎么办呢 点的它修改都在这一排 点的文字修改都在这 点到照片喔 这里可以编辑照片 它有六个AI功能 了解喔 这里我们放大一点 就这里 魔法工作室 可以把照片的背景直接移掉 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叫 点了它背景就去掉了 这样就合了 拉大一点 所以一般的专业简报他们就这样做 PowerPoint有区别但效果太不好 如果你用PowerPoint就知道 来 那老师 我跟学生教学的照片也行 来看一下喔 这个拉过来 一样喔 点的照片修改都在上面这一排 翻转这边可以左右 看到吗 翻过来 接下来 编辑照片把背景去掉 你背景去掉就合了 你背景去掉就合了 来 我们放大一点 等他一下 老师 人暗暗的耶 点了它 可以修改都在这里 当我点了它以后 不是只有去除背景 还可以做调整 调整的 比如说温度 色温 把亮度变亮一点 你看见吗 对比再增加 我们通常会调饱额度 饱额度就是什么 更显夜 颜色更亮丽 有看到吗 如果饱额度掉 零就变黑白 饱额度就是颜色的浓度 透过这个可以让照片看起来 更亮丽 感觉好极了 老师怎么没有 他是网路版 需要给他一点时间 我调完立即播 它不会出来 这次再播就有了 不是刚刚调整没有效果 他是网页版 OK的 没问题 你看见吗 老师 那这里有可能怪怪 这里有个好像没去干净耶 点了它 一起讲完咯 修改都在这里 你们看到这边有三个微调的按钮 我觉得这次去的很好 这里有一个一点白白的 把笔头缩小一点 这边做什么东西 清楚 这里我不要 或者这里 你看见吗 还可以微调啦 那怀疑人什么 老师他手不小 手不漏掉什么东西 看起来没漏掉 他就往下折 所以透过这里 回去喔 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在做修改 如果它去不去的不够干净的话 通常剪爆一些小细微 不用调那么细 点了它 修改在这里 那这边还可以做裁切 所以他可以做事情还蛮多的 这边还有别的喔 最重要是什么 把背景去掉 这件事情非常棒 所以刚刚教练选的 没有源源的原因在这里 后悔一下 不小心点到旁边去了 OK 没问题